哈喽,欢迎回来Excel图表 数据汇报就该这样做,我是小敏 上一节课我们使用隐藏数据、函数公式、自定义名称这三种方式 让图表动了起来,完成了动态图表的原型 我们让图表动起来的方法是 通过手动隐藏筛选数据,或者手动修改数据来实现的 这几种方式着实显得笨拙 如果图表旁边搭配一个按钮,选项,这样交互式的按钮 鼠标点一点就让图表动起来 这才是动态图表正确的打开方式嘛 动态图表的交互方式有很多种 对应前面三种实现动态图表的方式 交互式按钮的形式也可以总结成三种 切片器、下拉列表和空间 这一节课,小敏老师就带你一起学习 如何使用这几种交互方式,让图表跟着你的鼠标 动起来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节课的这个案例 在使用隐藏数据法制作动态图表时 我们通过手动隐藏数据或者筛选数据功能 把不需要的图表内容隐藏起来 实现动态图表的效果 这个手动的效果和这个交互式的动态图表比起来 是不是落爆了 鼠标点击旁边的按钮就可以快速完成数据筛选 让图表同步动起来 旁边的这组按钮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交互效果 切片器 切片器就是一个可以快速筛选数据的按钮 它的作用和我们手动筛选数据是一样的 不过在交互效果上更加的简洁易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给图表数据添加一个切片器 切片器的使用有一个前提条件 需要把当前的数据转换成超级表格才可以使用 选择要使用切片器的数据区域 在插入选项卡中点击表格确定 这样就把当前区域转换成了超级表格 这个时候鼠标选择区域中的任意单元格 在工具栏中会多出一个设计选项卡 这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要用的切片器功能了 点击插入切片器 这个时候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让我们选择要筛选的列 切片器的作用就是做数据筛选嘛 我们勾选程式 这样一个对程式进行快速筛选的切片器就创建好了 而且这个切片器是一个浮动的对象 鼠标拖动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把切片器放在图表旁边 这个时候点击切片器里的按钮 就可以快速的完成数据筛选 非常的方便 切片器可以说是让我们对于动态图表的认识 又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还有什么酷炫的效果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再来看这个提取数据案例 同样是上节课的案例 图表可以根据门店名称 提取对应的数据 不过上一节课为了让线条动起来 我们需要手动的修改门店的名称 非常的粗鲁 如果在这个单元格上添加一个下拉列表 直接在列表中选择门店名称 是不是更优雅一些了呢 更重要的是 不用反复的修改单元格内容 鼠标点击选择 效率提升了许多 这个效果的实现是要用到第二个交互方式 下拉列表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 下拉列表里的内容是从单元格里选择的 所以我们要事先准备好列表中的内容 在图表数据区域里 已经包含了门店名称的列表 所以我们不用额外准备 准备好列表内容后 添加下拉列表 选择要设置下拉列表单元格 在数据选项卡中点击数据验证 老的版本是叫数据有效性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在允许中选择序列 然后在下面的来源里 选择门店名称的清单 然后点击确定 再选择这个单元格 看到旁边有一个倒三角的按钮 就说明下拉列表添加成功了 点击下拉按钮 选择要查看的门店 就可以让图表动起来了 有了这个下拉列表的效果 下次如果需要在固定的项目之间切换 就可以考虑使用下拉列表 除了使用下拉列表 我们还可以使用另外一种 更灵活的交互方式 空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空间的效果 还是同一个案例 但是在这个效果中 图表旁边有一个门店的列表框 同样的点击门店名称 就可以完成筛选 而且这个列表选项 可以随意的移动位置 相比下拉列表更加的灵活 另外我还可以变化 其他不同的形式 使用下拉列表的形式 直接选择 或者添加一组选项按钮 来选择不同的门店 这些交互按钮都是空间 无论是哪一种空间 都可以随意移动 很好地和图表融合在一起 看着比较舒适 接下来我们以列表框为例 看一下如何给图表添加空间 Excel中插入空间的按钮 是在开发工具选项卡中的 但是这个选项卡默认是不可见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开发工具选项卡 调出来 在文件选项卡中 点击选项 选择自定义功能区 在右侧的自定义功能区 逐选项卡里 勾选开发工具 然后就可以在工具栏中 看到开发工具选项卡了 接下来正式开始插入空间 在空间选项中点击插入 选择表单空间里的列表框按钮 我们把鼠标放在空间上方 悬停两秒 就可以看到这个空间的名称提示 点击列表框之后 鼠标会变成一个十字形 在表格任意位置 点击鼠标 就可以创建列表框空间 列表框空间插入之后 默认是空白的 没有任何选项 我们需要设置空间数据 链接列表选项 在空间上 鼠标右键 选择设置空间格式 在空间选项卡中 设置空间的数据源区域 和单元隔链接属性 简单说明一下 这两个属性的用法 数据源区域 就是要显示在列表框中的选项 所以这里选择门店名称的列表 而空间的选择结果 会以数值的形式 保存在单元隔中 具体保存在哪个单元隔呢 就通过这个单元隔链接来设置 所以我们设置在辅助区域门店名称旁边的这个单元隔 辅助行是根据门店名称提取对应的数据的 对吧 所以空间返回的数字 并不能让我们直接从原始数据中提取数据 所以这里我们借助index函数 根据这个空间返回的数字 在门店名称清单中 来提取对应的门店名称 最后一步 调整空间的尺寸并放在图表中 鼠标单击选择空间是不能进行编辑的 你可以按住control键再点击它 当空间边边出现这种编辑点的时候 就可以对它调整大小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列表框的空间来选择门店 让图表动起来 掌握了方法 我们还可以插入其他的空间 做法都是类似的 总结一下就三步 第一步插入空间 第二步设置空间属性 主要是设置数据源区域和单元格链接对应的单元格 第三步 数字转成动态图表选项 如果我们插入一个组合框 那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动态效果 如果插入这样一组选项按钮 因为所有选项按钮默认都链接相同的单元格 所以同样可以实现门店切换的效果 不同的空间得到交互方式不同 我这专门整理了这样一份Excel空间清单 我们可以在这个清单里点击空间 查看每个空间的效果 以及单元格链接属性的设置 明白了这些空间的用法 相信我 你肯定能变成一个动态图表的高手 动态图表本质上就是动态的数据加交互式按钮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三种常用的动态图表交互方式 总结一下 第一种切片器 能快速的筛选数据 第二种下拉列表 方便我们修改单元格的内容 第三种空间 六种不同的空间方式 结合函数公式 修改图表数据选项 具体什么情况 用什么交互方式呢 就看你的创意啦 本节的作业 小美老师再帮你打开图表脑洞 动动手 把之前学习过的动态图表 转换成交互式图表 作业一 使用超级表格加欺骗器的功能 把作业一的图表改成动态图表 作业二 尝试使用数值调节按钮控键 修改图表中的目标合格率 让图表动起来 作业三 在图表中添加复权框控键 控制图表数据的是否显示列 模拟图表开关 实现动态效果 第四个作业 使用滚动条控键 控制索引位置单元格 给图表添加一个滚动条效果 听着就很好玩吧 赶紧去动手吧 再次准复权框控制索引位置